事情你自己不能定 你这样给我 我怎么定啊 我们上班哪有点啊 瞎抄着 就是底下 搁了连环十半半 你不能这么说呀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 那你 最近是不是跟你们公司 那个叫什么 马啥 啥吗 啥吧 红青爪 啥打啥 啥嘛 对不对 勾到连环上了 什么勾到啥 那是温莉莉和助理 勾到什么 温莉莉的助理 怎么天天晚上给你打电话呀 温莉莉嘛 我们俩一直叫着接近 好 她现在当了首席了 她派个走狗骚扰我 这特别讨厌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态度 不是 我说进来看 看看 接吧 我不接 你接呗 你照着问问她 为什么老给我打电话 你也我不敢了 就辞职呗 那就不干了呗 反正我也不想干了 咱俩就在家喝西北风 挺好的 你又是 你又是 你叫谁啊你 你爱接不接 我跟你说吧 我跟你说 你爱接不接 我 我 我 马萨 什么事啊 妈妈 妈妈 奶奶好像生病了 走 好难受啊 奶奶 我喝点水 奶奶 这下凡怎么还不回来啊 妈 你感觉怎么样啊 难受 我不喝 不行 妈 这样肯定不行 走我临上医院吧 快点 快点 不行 不行 那 穆迪一个人在家 那怎么能成呢 没事的 穆迪 妈妈送奶奶去医院 你自己在家好吗 不行 我要和你一起去 你去什么呀 明天要语文考试呢 你乖乖的 快进去给我学习去 听话 好 妈 穆迪 妈 走 我带你上医院 快点 那 那还是等等吧 还等 等不了了 你这严重怎么办呀 可是穆迪一个人在家 我不放心 放心吧 肯定没事的 快点走 那 他回来了 你听 阿门 你怎么才回来啊 妈 走 妈 妈 走啊 那个 我陪妈上医院 你在家带着穆迪 这样不行 让夏凡陪我去吧 你在家陪穆迪 我陪妈去吧 医院好多检查的女的陪同 男的不方便的 快走吧 别耽误事了 不用不用 没关系的 那一旦我要是有个三串凉的 还是我儿子最顺便的好 说什么呢 那行 你赶紧陪着去吧 快快快 把大衣穿上 快走 来来 穿点衣服 赶紧走 赶紧走 走走 快走吧 夏凡 你开我车去 好好好 有什么事我打电话 好好好 小心点啊 我跟你说啊 你爸你姐我 我们两代人 不吃不喝 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 供你 结果供出你这么个玩意来 不是 妈 你是不知道 我们的大城市工作的苦 所以呀 我跟你说啊 这个婚你绝对是不能离 知道吗 你保住了这个家 你才有在这个城市生存的根 好 我知道了嘛 那我们现在干吗去 干吗去啊 溜达呗 我们去医院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就得溜达多长时间 犬当 健身了 余洁姐 我不都答应了一千五百万了 您还在怎么着啊 你为公司做的所有贡献 都会得到回报的 您就让你余洁别给我打电话了 就算对我回报了 行吗 你这也太影响我家庭安定团结了 你说大家都是为了工作 你这反应太敏感了啊 您放心 我这个任务 我肯定高效高速地完成 一秒钟都不畅 晚上这情感热心 咱就停了吧 我只是让宇洁给你提个醒 工作上的事 大家胡同有无忙 妈 怎么样啊 打了点滴没事了 消退了 没事 那梅文大夫怎么引起的 诊断书呢 诊 诊断书没有拿 那么我拿了 你怎么不拿诊断书啊 你开药了没有啊 我没让他开 咱家不是有药吗 那医院的药太贵了 没让他拿 不是 你不拿药 家里面怎么知道 哪个堆症下药啊 万一吃错了怎么办啊 不是 医院里药贵 我想给你省点钱嘛 夏凡 你这时候知道省钱了 妈病得这么严重 省什么钱呀 我好难受 我要回去 先休息 妈先休息 我进去 躺一会儿 躺一会儿 你休息了 先休息 来 我给你脱衣服 来 来 来 慢点 来 躺起来 妈 你进去那儿躺着 我给你弄点粥盒啊 我妈拼了 我今儿要不能住这儿吧 我知道 你就睡这儿吧 目的睡我屋 你睡她那儿去 你晚上别光顾着自己睡啊 盯着点妈 我去弄粥了 妈 我去弄粥了 快去 我们去吧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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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我 那不就穿帮了吗 傻儿子 看着带活 好好好 妈妈 奶奶的病好点了吗 好多了 昨天打过针了 妈妈 那个奶奶生病了 爸爸是不是就可以照顾奶奶 不用去上班了 对啊 她在家呢 太棒了 奶奶在家喽 爸爸 妈妈 这儿呢 爸爸 肚子渴渴 这好喝好喝 来 洗手去 我吃包摘了啊 好 洗手啊 你做的 那我妈生病了 这不是我做的 听罗姑娘做的 全是你做的 也不都是我做的 那城 超市碗的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 不是 你这什么表情啊 我还不能有点长进啊 我还给你包了个汤呢 我给你拿来啊 美洋 你回来了 妈 你怎么出来了 我出来溜达溜达 躺了一天了 那我跟你说 这男人吧 到了这个年龄 他自然什么都会了 妈 您要不舒服的话 一会儿把饭盛进去 给您端进去吃 我还是吃不下 妈 那个 我坐这儿 看着你们吃 我就高兴了 赶紧吧 美洋 要不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呢 你看 这过日子 有个人这样帮衬着 多好啊 我洗下什么 你会儿子 儿子 儿子 妈干吗呀 什么呀 妈饿了 赶紧给妈找点吃的去 什么呀 你怎么吃晚饭 是我不吃 你现在是个妈也吃什么呀 我要是能吃能喝 那 关美洋能让你在这儿待着 早把你轰出去了 你还有机会在这儿表现呢 是的 起来 给我弄点吃的去 不是 你自己怎么不去啊 你傻呀你 我要自己去 一旦被关美洋发现了 咱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我让你做的事 怎么这么难呢 起来 起来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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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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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回房间 你待会儿把东西送往房间去 听见没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干嘛呢 我肚子饿了 我 我找个吃的 你不是吃过晚饭了吗 我是吃过晚饭了 我干活干得多 我又饿了 不行啊 不行 来了 这也不能吃啊 我喝碗粥怎么了 喝什么粥啊 妈一天都没吃饭了 这是我专门给她熬的 你吃什么呀 不是 她不是睡了吗 那我饿得睡不着觉 我不喝粥 你吃完以后 明天早上她要吃怎么办啊 我每天祈祷贪黑的 我做那么多家务 我照顾病人 我送孩子 还给你们做饭 我晚上饿了 我喝碗粥不行啊 不行 这个你不能喝 专门给妈做的 快杯 别喝吃 不是就不吃 我看这都是老太太安排好的 就是为了骗你感动 让你跟夏凡赴婚 你可不能让夏凡 在你那儿赖着不走啊 那我也没办法啊 老太太现在生着病了 你说我也叫过不了 夏凡不住这儿怎么办啊 你可得把握好自己 别让夏凡在半夜 钻了空子 说什么呢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是很严肃地提醒你 张红星知道夏凡那事吗 我为什么让她知道啊 我们已经分手了 知不知道那怎么着啊 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自己 骗得了自己骗不了我 依我看 你跟张红星这事还没完呢 过一阵子 感情总会变淡呢 这么多年 您看上过谁呀 你呀 我也怎么认为你 我现在呀 现在呀 在通向幸福的大道上 一共有两条路 一条通向张红星 一条通向我 你一定要慎重地选择 我选你 我也这么认为的 给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 网友 婚恋交易网 大家都知道吧 过去 我们一直想拿下他们的案子 时刻没搞定 这次好了 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 如果这个案子拿下的话 那我们就都有的忙了 这个网站我之前接触过 他们的资料在媒介部都有存档 情况我也比较熟悉 所以这个单子还是我去谈吧 那 这还算是我们部门的有量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就急着征工啊 不是 征工 我 你的意思我懂 这样 等谈下来 咱们再做内部分工好不好 好 那这样子吧 你要去开会的话 我跟你一块儿去 但是回头做创意活动的时候 也比较有真理性 后派 这个谈判非常正式也很重要 我觉得你现在出现 好像不太合适吧 为什么 你看你前一阵子闹的这些事啊 不是抢人家儿媳妇 就是快闪到分手 你说这业内还有不知道你的吗 岂不说那是我私人的事情 在这样的会议上面 你能不能就事论事 公事公办 回头让媒介部的人 把资料转给你 你回家好好做做功课 等我谈下来再跟进吧 这椅子 对不起啊 那个 闪死我了 谁啊 谁啊 烫 还是这儿的好饿 甜甜的 那天后来怎么样啊 顺利吗 张鹏 你这次测验成绩很差 我劝你还是把精力放学习上 整个家人都在计务上 那我要 утak 他是不是去俱乐部找你了 是不是你告诉他我在俱乐部了 你是不是又给人家脸色看了呀 都不管你 现在姜老师都不爱我了 他怎么你了 我跟姜老师这年的误会 解释都来不及了 我还能对他怎么样啊 你只关心姜老师 你能不能关心关心我 你是男人好不好 男人怎么了 男人也需要关心啊 男人有的时候也很脆弱的 别跟孩子说这些不招四六的话 他先开始的 好了好了 手说两句啊 来 吃饭了 吃饭了啊 我不吃 我没胃口不饿嘛 你怎么能这么跟奶奶说话呢 你是不是临时又吃多了 行了 别跟孩子发脾气了 其实啊 姜老师挺好的知书打理 就你老躲他 我跟童童都挺喜欢他的 你 乖乖吃饭 你 饶了我吧 那吃饭呢 你去哪儿啊 就去晃晃 你们都回家了吗 是啊 可是我回家没饭吃啊 又惹老太太生气了 我怎么干惹老太太生气 是童童 还特意请家同学要回来扎我这 太鼓鼻鼓都说张老师 多美啊 美什么美啊 你别吃饱就说风难话 要不你去试试 他巴不得呢 来 说真的啊 红星 那个 我真觉得姜蕙啊挺好的 嫂子 能别再提姜蕙了吗 行 我不提姜蕙 谢谢 我就说姜老师 有什么差别 有有有还是有的 来来来 那个 吃点 吃点 我的意思是呢 反正你现在已经和冠美洋分手了 你就和姜老师试试 真的 姜老师那真是知数打理 落落大方 行了 行了 那跟姜蕙没戏 怎么就没戏啊 跟冠美洋好才是正落 我还是觉得姜老师好 你懂什么呀 这是从战略层面考虑 那跟冠美洋好呢 维卡就能回来 维卡回来 温蕙蕙从哪来得回哪去 这样才能重新维持战略平衡 你说说 你们俩太自私了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人家姜老师为了红星 班主任都当不成了 你们怎么不考虑 考虑人家的感受啊 又富于一辈子 幸福一辈子 来吧 不然你这吃你一筷子 我都想给你一锤子 给给你 有嘴 来 来 吃 多吃点啊 来 关小姐 让你久等了啊 没有 没有 应该的 您是甲方吗 这话说的还是有意见嘛 哪有 哪有 您快坐吧 这个是我给您准备的 后备人选资料 您看一下 好 喂 我 可以啊 好好好 我这就过去 我有几个朋友啊 他们过来呢 说要请我去吃顿佳宴 一起吧 不不不 您跟朋友吃我去不合适 您要不看一下吧 家长 面饭没什么合适不合适 这个 路上看 走了 不是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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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陆总 咱们这儿去哪儿啊 不是去吃饭吗 山里边一个会所 田园风格的 空气好极了 满天的星星 道长 你们好 哎呀 陆总 珊珊来吃啊 不好意思 交等了 交等了 介绍一下 这位是就我朋友啊 关美羊的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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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吧 坐吧 好好好 好 来来 坐坐坐坐 来 给陆总倒上 你这来晚你得自罚一杯啊 对 人罚人罚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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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是跟我说是家宴吗 我也不知道 既然来了可贼主编吧 陆总 不是 陆总 这个环境实在不适合 我先走吧 别别别 我也是应付一下 一会儿我就走 你好 你怎么在这儿 喝闷酒啊 最近怎么样啊 公司那点事 你懂的 拜托 帕帕 谁关心你公司的事啊 我现在休假了 你应该自信点 奥利尔还是非常爱你 我去吧 感情的事我没什么经验 也不了解男人的感受是什么 可是这件事 连我心里都很清楚 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不清楚吗 好 好 哎呦 美羊羊 小美羊 小美羊 喝酒 陆总 我真的不会喝酒 咱们是不是该走了呀 一晚上一倍都没喝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喝得差不多了吧 咱们走吧 坐这边 不是 我真的不会喝酒 真的不会喝 你干什么的我不知道 我干什么的呀 你猎头公司不赔客户 你赔客户不喝酒 你放尊重一点 陆总 真不喝 真不喝那亲一口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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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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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啊 清洗点吧你 喝酒 喝酒 慢 holds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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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这个环境实在不适合 陆总 这个环境实在不适合 陆总 这个环境实在不适合 我先走吧 陆总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您好 喂 美阳 喂 美阳 您好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500银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对不起 对不起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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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个电话啊 喂 夏凡吗 你在哪儿啊 您来接我一下吗 开什么玩笑啊 我跟客户在外面谈事呢 打个车不就行了吗 我不跟你说了啊 你那个回头再聊我挂了啊 拜拜 夏凡 夏凡 我走 你怎么看 你没人 我看你 你不跟你说 我会在哪里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跟你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咱上车再说啊 走 娘娘 我给你拿着 慢点 慢点 我拿吧 你久没睡啊 家里有人也没人管你了 谁喝的水 喝点水 饿不饿 你 你先睡会儿吧 你看你这脸色 走吧你 我没事 那你起来给我打电话 有事随时叫我 好 我走了啊 慢点睡会儿啊 睡会儿 不会吧 你在这儿等了一个晚上 啊 腿怎么了 忙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 我昨天晚上接到美洋的电话 什么话也没说就话断了 然后我回国她也没接 我还打了你的电话 你也没接 她 你能告诉我她怎么了吗 我 我刚给她送回家了 昨 昨天实际上是美洋参加那个 甲方和老板的聚会 那个老板她喝多了 想占美洋便宜 那美洋没事吧 不 你 你放心 她没事啊 没事啊 昨天主要是她们那个聚会的地儿 在郊外 美洋她自己大半夜的一个人回来吧 她可能就是害怕 最无数的时候给你打了个电话 你怎么知道 你知道那个甲方的老板是谁吗 你要干吗呀 我可跟你说 美洋是当事人 你要干什么 你得经过她同意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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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干吗呀 美洋 我走 你马上我走 我走哪儿去 要在这儿住得好好的 住得什么好好的 你马上我走下班 起来 不是 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 走 我鞋还没穿呢 走啊 走 不是 你干吗呀 你走啊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好好的 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妈 你来得正好 现在您病好了是吧 不需要人照顾了吧 你马上我走下班 离开这个家 你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不了 那你也别着急 有话慢慢说 好好说啊 慢慢说是吧 行 你自己告诉你妈 昨天晚上我在荒郊野岭 给你打电话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不是 姑奶奶 我在酒吧喝酒 你没跟我说你在荒郊野岭啊 你 你现在就快走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了 美洋 美洋 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快 你这个家奔布 不是 你这孩子怎么 你怎么这样呢 人家美洋给你打电话了 你怎么连知道 不支持一生呢 不是 妈 至于吗 我就喝个酒而已 我的家里这么辛苦了 我出去放松下 有什么问题吗 你 夏凡 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见到你 警察 关美洋 你记住你说的话啊 以后别拉着我陪你大儿子 面前演戏 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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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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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洋 这事儿 咱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啊 没什么好商量的了 您愿意住多久都行 但夏凡不行 那你怎么给慕迪说 我自有办法 美洋 你就看在我这张老脸上 能不能再给夏凡一次机会 妈 这些日子您闹也闹了 眼心眼够了 您真的应该很清楚 我跟夏凡不可能再符合了 美洋 妈 我有一件事儿想求你 你得答应我 你说吧 能做到的我尽量 你呢 一定要把慕迪好好带大 他大了 他 千万别要像他爹似的 没助行 对不起 没啊 你就别送了 我自己走吧 别 妈 这是我给亲戚带的挺重的 我送人到车站吧 妈 妈 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这臭小子 你怎么刚来呀你 你怎么刚来呀 妈 东西我放在这儿了 我先走了 您多保重 这臭小子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你 我跟你做了那么多的事 你就是没把这个好媳妇 给我留下 下家家门不幸 家门不幸 你这 少放点辣椒啊 老师 你怎么才来啊 重要情报啊 老师 好 来 来 来 什么重要情报 你们知道这是谁要吧 这个 一个叫陆明的人 刚从澳洲回来 是什么 华盛国际品牌 退款公司的老总 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当侦探的天赋啊 我那天回去我就想啊 你说 关美杨她为什么 那天会出现在活动现场 咱们明明没有邀请她呀 对不对 所以 我就想到了那天 站在她旁边的那个男人 很可疑 然后我就找我哥们儿去查她 查出来 准没错就是她要玩比看 昨 昨天实际上是 美杨参加那个 甲方一个老板的聚会 那个老板他喝多了 想占美杨便宜 这陆明那 你对他有别的了解吗 我听说他私生活不检点 好像是个色鬼 他这 他是个淫模 他跟咱也没关系啊 你 你要 你得弄点有用的 咱们能使得上劲的货色 放心啊 我肯定不会让她得丑的 我要彻底粉碎温丽丽 想迫害我们的阴谋 关小姐 你来了 一个小礼物 请您消纳 您太客气了 不必了 您好 先生 您需要点什么 每吃咖啡 谢谢 好的 大北的啊 这个礼物呢 是给您赔礼道歉 那天晚上我确实是喝多了点 冒犯了关小姐 还净原谅 既然您都知道您冒犯了我 说明您没喝多啊 你看 你看你 果然在生我的气 那天晚上我确实是 行为太唐突了 那是我的这个道歉 是真诚的 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 从今往后 你我之间 只有共识 陆总 礼物您收回去吧 不用了 这件事情我们公司说过了 那么这个案子 我们跟您签了合同 我肯定会继续跟进的 以后呢 我希望咱们互相尊重 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好 关小姐果然是快人快语 不过维卡这个事 还需要你尽快推荐啊 好的 先生 可以点餐了吗 关小姐 吃点什么 我吃过了 给我杯柠檬水吧 好的 先生 您呢 我来一份非力牛排吧 来 请稍等 来 这个来个八分数的就好了 好的 小黄 两分数 六号桌的非力牛排 和柠檬水好了 早快送我去 好的 你好先生 您的非力牛排 谢谢 你好 小姐 您的水 谢谢 好 请慢用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请用 拜拜 快点赞 不客气了 你 不客气了 就不客气了 我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